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碰果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对 因为如果上辈子是薛平贵 他长这样子就会很惨 王宝川可能长这样子 因为根据故事 以前我们知道他是抛袖球 如果很漂亮的话 为什么需要抛袖球 所以我设想他是一个 推理 大概是这样来 所以从小对看歌仔戏 对这个剧就很 我不知道很有特殊的感觉在里面 所以就把王宝川跟薛平贵的故事 改编成很多种不同的版本 包括以前的工地秀 在外面卖房子 两个人都可以演 一个人演王宝川 一个演薛平贵 比方说来的是许秀年 对 讲讲讲是王宝川 那就掉过来 他演薛平贵 我演王宝川 反串这样 可是还是男生 现场 假声就出来 对 就现场来一段即兴式的王宝川 哇 很多啦 然后电视的短剧 包括准备要拍的电影 对 他为什么可以 给我这么多的灵感去改编它 特别喜欢这个戏的原因是为什么 它的基本架构已经很好了 就是一个女人 可能为一段感情守候这么久 不管它是真实的 或者是编出来的 总是一个 跟台湾妇女受的基本教育 假假假对假背 假告对高照 假去吃就要拍咖季道 也就是油麻菜子的那种 对 女人的任命 三重四德的那样子的传统观念 所以用这个去当基础 其实就很好发展 好 所以从这个戏发展出来 碰狗写了《川儿》这个作品 《川儿》其实是 本来是电影 对 连什么分场啊 对白通通写完了 你都写完了 都写完了 已经摆了大概有八年 等很久 对 我一直想要拍成电影 可是总要经过投资者的同意 对 他们看就说 听我讲故事 说这故事很好 但是如果不够商业 可能不够商业 他有点文学 他们有一点担心 认为这样子 我说没关系我可以等 刚好这个导演 舞台剧导演郑慧成 合作了第一部舞台剧 《隔壁亲家》 《隔壁亲家》 我发觉这个年轻人 他从美国学音乐剧回来 竟然愿意来做 属于台湾本土的 希望替这个快土地 做一些什么样东西 有理想有抱负 对 抱好我回来了 所以这个本给他 他就眼睛为之以亮 他很有感觉 他说我要把它改成音乐剧 其实我当下跟导演 当时给他说 我觉得一个条件 你如何把女生变不见 或变透明 这个戏就成功了这样 可是当然是做不到 其实除非有那种 3D投射什么 那个又 本钱太胸 所以我就看你怎么变法戏 他开始去找演员 那个现在看都会害怕的 因为全部是五线谱 从头到尾 然后那演员就是钢琴这样 他们就知道怎么唱 他说你要不要演一个角色 最好不要 当然是你要演啊 不然很浪费 五线谱不会看啊 你只会唱就好了 你是Pongo 我会看简谱啦 所以必须翻译 那把它翻成简谱这样 对我自己翻译嘛 可是当翻完了之后 我发觉不是那么一回事 怎么说 里面太难了 一个小节 四个小节 一个小节就转一个调 这样一直转 所以 所以 这李哲益 虽然是一个金曲奖的常客 对 那我 每次见面我就会骂他 你为什么弄那么一个这么难的东西来给我 从头到尾的所有音乐 所有的感情堆积累积 我那天在 在红楼开记者会的时候 因为我还没有学歌嘛 那导演就说 Pongo你帮我们当影言人 就叫我坐在舞台旁边 对 有人在演嘛 我就讲讲讲讲讲讲 我不知道他们要唱最后一幕 我不知道 我说再讲讲讲讲讲 最后一幕 我在旁边看不下去 看到躲起来哭了 因为那是受不了的 对 然后我们在高雄 在看他们排 我以为只是 是因为我是原著 所以我感情比较深吗 不是觉得眼泪掉 我儿子坐我后面 我就偷看他 他也掉 他是年轻人 好 那这几次的排戏 只要排到那一幕 有演员是崩溃的 光彩排 都崩溃 都崩溃 就大哭 Pongo你讲讲讲 我真的很想知道 因为你刚刚跟 曾慧城说 好我有一个条件 你要把女主角变不见 我非常想知道 所以Pongo你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川儿的剧情 是什么好不好 它发生在一个戏班 现代的戏班 现在的戏班 也就是野台戏 野台戏的没落 已经高达95%了 都不存在了 对 戏班都走了 对 那男主角偏偏又是一个 八年前丧失记忆 是一场意外 那一场意外 刚好是跟女主角 一起在演 学王宝川 也学冰柜 就台风夜 然后整个戏棚塌下来 女生往生了 男生丧失了记忆 可是这戏班又没有人接班 对 他们希望这个儿子接班 这个儿子又想不起来 那个八年前的任何事情 所以演戏这一块 他也忘了 那这个女生一直没有走 八年后他还来帮助他 恢复他以前的记忆 让他好顺利接班 好让这个传统文化 能够继续下去 所以这个女生必须想尽办法 让这个戏班能够维持 还可以演 对 然后让那个男生记起他 可是女生在这个演戏当中 没有人看不见他 他已经走了 但是还是念念不忘这个男的 是 这曾经有过的承诺 我们要一起演完回摇 他们就是在回摇那个时候 发生了意外 然后那个女生走了 对 可是这两个人恋爱 又不被祝福的 是 女方的家长根本是反对的 女生干嘛去 去学那个什么歌仔戏 你就好好念书就好了 可是他爱歌仔戏 爱上了男主角 男主角他们家是戏班 所以他没事都会跑去台上玩一玩 就那次出了意外 之后 这个男生因为一直想不起来 所以没有办法接班 爸妈又急 爸妈又想把戏班给结束掉算了 所以女生这个时候就出面 出面是大家看不到 然后慢慢 只有这个男生看得到他 一开始也没有 一开始也看不到 到最后他看得见他 其他人看不见 所以到了 当他帮他恢复记忆之后 原来男生知道 我以前跟你这么样的相爱 我们有过的承诺 我们要相守在一起 那是不可能的 对 因为女生一定要离开 所以到最后要离开的那个戏 实在是 我讲这样是比较快 但是里面有一些错东复杂的 对 其实看起来 所以身为原著 我现在看我还蛮开心的 我现在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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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错的 然後恐怖的是那時候的歌 眾人唱眾人的 有一封信是 發生意外之前 女生要交給男生的信 一直沒有機會交給他 在那個時候 女生要走的時候 眾人合唱 男生讀信 然後女生在戲台上面唱自己的 那整個是 幾筆各大都起來的 信上寫什麼呢 我對你的承諾 我一定要 他其實是 他爸爸媽媽反對 反對他們交往 信是跟他說 我會跟你走 這一生這一世 我都會跟著你 這個女生想要跟這個男女走 對 可是這東西沒有交到對方手上 就發生意外 這等於是他的遺物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草編的戒指 就是狗屋尾草 那個很普通的草 枯黃的狗屋尾草戒指 是他們當年談戀愛的時候 年輕人沒什麼錢嘛 到郊外去拔那個草 全一圈當戒指 淘進去 這個一直留著 是枯黃的戒指 一個很無價的信物 對 可是這個片名就是要 就他們英文是一個枯黃的戒指 草編戒指 這是我稱它叫碰式浪漫 我啦 心裡面很多很多 因為我們平常被歸類叫做諧星 是 叫做終於節目主持 其實我心裡面有很多 這種小浪漫的故事 那也很開心能夠藉由這些劇本 慢慢慢慢這樣推出來 其實大家都公認碰狗是多才多藝的一個 非常全方位的藝術家 沒有啦 碰狗這一次也是被大家要求 不行啊 這是你自己寫的劇本 你一定要上去演 碰狗演的是這個男主角的爸爸 男生的爸爸 男生的爸爸 也就是班族 戲班的班族 對 裡面的那個歌 他一開始他們很安慰我說 沒有啦 你的很好唱 其實裡面最難唱的是我 真的 對 罵下李哲義啊 為什麼要這樣 也建議是罵一次 對 他那個 人家說出來 那就是那個 池塘裡面 沒有水不能養魚 人家說出來沒水難養魚 難養魚 是 還要討養魚 一天請沒三萬天 魚要大碗減溫 抱天 抱海 抱好 還要抱飯 空氣班這麼扮 只要用唱歌 對 用唸的其實就已經不容易了 用唱的唱出來 那寫的人是 寫這些詞人是兩團嘛 就是他用歌仔戲的那些 把它寫出來 對 還有押韻 還有閩南語的押韻 那那個五線符一來 不要說看不懂 你剛剛看那個 一直轉 已經轉掉 轉掉一直轉 對我來講是負擔還蠻重的 碰果你太謙虛 真的 我們可不可以大著膽子 請碰果唱一段給我們聽 好 那不要唱這段 唱比較簡單 好 唱比較簡單 有一種 他明天要把戲班收掉 就是這個 這個心情好 好 複雜 我們叫天美班嘛 因為我叫天來 對 那它叫美雀 就是天美 天美 明天才開始 天美班就會怕日落書 當初為了愛做班主 現在也是為了愛放棄做班主 我愛美鳥 愛阿強 我兒子啊 愛這頂舞 過去我無人事 以為可以讓人送 現在我的心事 青春日落世山 花點瀑 好好聽 你只是隨便唱而已 都這麼好聽 我沒有說 我很緊張的在唱 所以他其實那天晚上的心情 是很傷心的 他因為看到了他的自己的檢驗報告 身體檢查的檢驗報告 身體不好了 身體不好了 可是他又不說 對 然後這個班又維持不下去 嗯 所以一直 明天一定要把這個班結束掉 因為沒有 沒有人要請 後繼無人了 對 而且生意不好 嗯 彭國你怎麼去揣摩這個爸爸的心情啊 兒子又失憶 又接不了這個班 然後整個 格仔戲班的 看起來整個大環境又不太好 這個爸爸的心情是什麼 爸爸以為我已經當了 現在已經當了爸爸 所以這方面不難 倒是戲班的這一塊 是因為 我們之前拍了一個電視電影 叫做青春歌仔 嗯 他是另外一版的川兒 是 是關懷野台戲末的 所以當時有跟三重 不是唐美雲 他叫陳美雲 嗯 也經常在大道程劇場演出 也是一個歌仔戲班 對 去跟他們學 嗯 然後他所有的戲將提供給我們 是 整個配合拍攝這樣子 所以我跟楊貴妹啊 去看他們外台怎麼公演 嗯 那到底整個戲班的生活狀況是什麼 對 去做一個全盤的了解 對 那他家裡面的小生嘛 嗯 他做的知識是什麼 嗯 墻上貼的照片是誰 嗯 平常他們文美是不動的 怎樣 嗯 其實這個做了一個 然後再從鄉下調查才知道說 多少團已經不在了 所以對這一塊早就很熟悉 是是是 那包括我跟楊麗花團長 對 嗯 葉青 嗯 陳亞蘭 嗯 都有交情 都是合併你 對對對 所以會了解很多戲班的心理的狀態跟想法 嗯 所以這一方面對我來講 它不是困難 嗯 只是我要要求我的演員到的位置 比方說現在拍的是電視或電影 對 這個就很重要 包括現在他們 我們穿兒 這個 你最害怕的其實就一樣 對 唱不怕 演不怕 怕身段 嗯 把年輕人的 對 年輕人的歌仔去身段 對 所以不斷地在授訓 啊 可是演員很 很 我說他們很辛苦也很好運 運氣很好 是因為 平常的音樂劇之外 平常的舞台 他們多了一項 嗯 包括耍花槍啊 嗯 或者是薛平貴的 拿著馬鞭出來的這些動作 對 要重新來過 嗯 上個禮拜 他們就叫我 踩排前 請我說幾句話 對 我說很簡單 只有一個 嗯 我說 其實李哲義後來跟我講的是一模一樣 嗯 我們在不同的場合講 對 這個戲要成功 只有一個 身段會來就是成功 各仔戲的身段 所以現在演員們 還在努力的鍛鍊身段中 對 因為平常的唱啊 對他們 已經不是問題了 對 戲調一下都沒問題了 嗯 如果在一個 你在戲中戲嘛 嗯 我是觀眾 我看著台上 台上還有一個台 對對對 是歌仔戲 對 他一定要到位的啊 對 你如果不像的話就毀了 是 我先騎白 包括唱 嗯 先騎白白 走三關 是錯的 我先騎白白 啊 走三關 我改換 所以有 回到 亂 他姿母音 要發到拳 哦 對 而且那個轉折的地方 對 真的要抓到那個味道才可以 對 歌仔戲的咬字的唱法 跟那個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我現在一直跟年輕人講這件事情 嗯嗯嗯 甚至以前有人會把 會把那個現金貼在那個紅布條 紅紙條上面 哦 直接貼上那個賞金 對 他們就貼在那個後面 嗯哼 某某某賞金多少錢 嗯嗯嗯 然後就放個鞭盤 謝謝 是 贊助八團的公菜 感謝我們這個 賠償師 贊助兩萬塊 贊助八團的公菜 那個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早一點的年代 其實大家對於野台戲 是很有感情的 那時候可能娛樂不多 大家娛樂就是晚上去看一看 野台戲這樣 對於現在年輕人可能 比較少看到 別說比較少看到 現在野台戲一百 幾乎沒有人在看 年部代戲也一樣 都已經是沒落到 一台小發財車 然後一打開 嗯 然後就是沒有了 就是面對著廟 對 直接演給神明看 那他也可能也不精致 對 也沒有人在看 放錄音 哦 已經變成這樣子 是 所以我一直在想 如何把這東西 除了這次以外 往後 把快要 維持不下去的這些 小聲通常是女生扮的 對 可是女生會愛上女生 嗯 我是家庭主婦 是 我會迷那個小聲 我很名正言順的 可以愛那個小聲 對 她是女生嘛 哦 對對對 所以當時的婦女 這是一個好 我覺得是一個很 很好的狀態 就是說 她不是要出軌 是是是 但是我去看戲 她是非常安全的 情感的投射 我很正常啊 對 那老公知道 我去看不夠的 她也沒有要幹嘛 只是說去那邊看 對 好像是有一種燃起 我覺得是 除了正常的先生以外 對 另外那種 用幻想的感情出現 嗯 是蠻好的 一種投射 對 甚至以前有人會把 會把那個現金貼在那個紅布條 紅紙條上面 直接貼上去 賞金 對 他們就貼在那個後面 某某某賞金多少錢 嗯嗯嗯 然後就放個鞭炮 謝謝這樣 是 贊助臂團的光彩 贊助臂團 臂團的光彩 感謝我們的 賠償時贊助兩萬塊 贊助臂團的光彩 那個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或者是把錢丟上去 對 過去 楊團長在公園的時候 還有人丟金子 金 哇 直接這樣 當年真的 對 柯仔戲的盛況是這樣 是 那現在因為時代變化不同 我們看 大的很大 對 小的小不小 活不下去 對 你看明華園在公園的時候 那是兩三萬人 還可以跨海到國外去演 所以這一方面是不是 我們來努力就是 包括布袋戲等等 傳統記憶 我們不能再把它找回來 嗯 我知道碰國真的很有使命感 這一次的演戲好像也特別把這個舞台放在魏武營的戶外 對 本來是要兩百七十度 兩百七十度 我擔心觀眾很會轉 自己轉 自己轉 那現在回來 回到原來大家看戲舒服的概念 對 是三十六公尺長的舞台 其實也很大 那將來如果改成室內 勢必要再重做一次 對 景要再重新一次搞過 可是這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雖然工程啊設計不是我 對 但是到最後會問原住說 你是不是要這個 或要什麼 啊 是不是 這是不是你想要呈現的東西 對 這個feel對不對 那我也很開心能夠跨界 嗯 因為我剛剛一直在說 想要擺脫那個諧星啊 沒有啊 我剛剛就說了啊 你是全方位的啊 我想當文化人 是 Pongo你是 感恩 你認真好 川兒在十月初要演出 Pongo可不可以用你的觀點 來幫我們推薦一下這個作品 你覺得沒有看過的人 到底你要期待一個 怎麼樣子的中文音樂劇 OK 這是一個大家熟悉的故事 我們保證薛冰貴 熟悉的語言 熟悉的故事 用全新的不同的音樂形式 把它包裝起來的 而且是 我敢說是一個台灣的戲劇革命 需要大家一起來 不要說欣賞 來一起來鑑定它 嗯 來給它拼個分 嗯 因為其實票價也不會高到哪裡去 看看我們台灣自己做出來的 所謂白老會等級的音樂劇 對 會是什麼樣子 來跟它打個分數 可以的話 我們就給它鼓勵 不行就說不定收起來 所以碰果到時候喜歡的話 可以拿那個賞金貼在那個 你們的舞台上嗎 你們會設計這個地方嗎 可能喔 來試試看好了 而且碰果你最後可不可以解答 我心中一個疑惑 請說 所以那個女主角真的會在舞台上消失嗎 李哲義有做到這件事嗎 還是曾慧成有做到這件事嗎 我這兩天還在跟他吵這個事情 嗯 消失當然可以可以這樣走掉 我現在在出現的那一幕 哦 女主角要怎麼出現 女主角從人群中出來的那一幕 對 我當天看到我說 可不可以這樣出現 這樣 這樣是什麼意思 中間這個是什麼 掉過嘛 飛過人群 哦 哦 這個大工程 你還要走那個鋼絲 然後我那天要求一個 他們就投到了 就是男女生 他看到她的時候 他牽住她的手 對 我說這裡挖一個洞 舞台這裡挖一個洞 用一盞牆光束 嗯 在那一盞牆 光束出來 對 嗯 那要花東西要花錢 因為其實大家製作會有限 是 但是 理想派的人 對 都會想要 嗯 所以我等一下去還會跟她討論 要不要飛 啊 這個要光 光束會不會出來 這樣 盡量做到我想要的 嗯 好 碰果這樣講 我們真的也很期待 所以 10月初 大家到魏武營去看川兒 然後我們就會知道 女主角會不會消失 對 會不會有光束 對 女主角是不是掉掛出來 對 班主任會掉掛出來嗎 不是 太重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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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